那個血壓,量血壓的問題 量血壓 我是覺得說如果血壓有異常啊 應該不是說就當作沒有發生過 而是說在隔 大概 不是等一下馬上做 就是隔三到五分鐘 我們應該再做一次 看那個血壓是不是還是異常 異常一定有它的原因 是因為操作的問題 還是擺設的問題 還是它本身的情緒緊張 還是說真的是它血壓有這麼高 那這個判斷不應該是我們本身來判斷 而是由醫生 那為什麼要在那個 如果有異常我們要再做 而是說如果真的是我們弄錯了 那應該是下一次再做的時候 應該就是正常的 那如果兩次三次都是兩百多 那你可以說它是那個說 啊這是我操作不對啊 這個是當作沒有發生過 那這個一定都不對嘛 那我們在血壓有時候 真的有一些突發性心臟病的人是 平常是檢查不出來 還是偶爾會發生 那這個偶爾發生可能就是說 它真的還是有它的原因在 那我們不能說把這個偶爾發生說 啊這個是 這個沒有發生過 這個數據一定都有嘛 對 那一定要找出它的原因 那我們可以接受說 可能是我們操作失誤 或者是說它這時候的 可能知識不正確或什麼 這個都有可能 但是我們第二次在操作 或第三次在操作的時候 這個血壓應該會回到它正常一般值 那這個就表示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們一般血壓操作 同時間不要超過那個兩次 那這個是因為我們血管 它在 它是一個壓力 那我們有些 尤其像老年人 它的血管會比較脆弱 你一直壓的話 它其實還沒躺回來 所以它下次再量的時候 它血壓值是不正確的 因為它不是正常的 那種血壓的狀況 那個血管的狀況 而是它受到壓迫之後 它血管還沒恢復到正常的收縮 那彈性的時候 你再量 那血壓一定是不正確的 嗯 對 那我們再量血壓的時候 它的束縛 那束縛 第一個是它姿勢 手有沒有放直 因為你手沒放直的時候 它完全壓力會增大 第二個是你要看它腋下 它的毛巾啊 它那個毛毯 或是說它臉被有沒有壓到 有時候它腋下 那個 那個我們腋下動脈那邊 有些時候 我們可能是毛毯壓住或什麼的 那血壓的那個值就會比較小 那其實這個 我們都要看看它的這個血路 是不是有通暢 嗯 我所謂壓迫是說有時候它是這樣子 這樣子 它可能這邊就壓迫到 嗯 那這邊是不是有動脈 那壓迫到它當然血流這樣 那個壓力就會就被打折了 所以一般是微微張開一點點 不要有壓迫 嗯 第二個這個東西 像姜媽媽就比較沒有問題 它是有些我們會喜歡把它這樣捲起來 捲起來的話這邊 如果太緊的話這個像這樣還OK 如果太緊的話有點已經束了 束了你在這邊再束就不準了 嗯嗯 所以我們有時候穿外套有沒有要把外套脫掉 嗯嗯 不然它就是外套拉到上面的時候 這個袖那個上臂這個地方其實都是被壓迫的 那量出來都是不準的 嗯嗯 然後再來就是姿勢盡量手要放著 它彎曲的時候其實這個地方也是壓迫 它回流的地方都這樣血量出來都不準 是高還是會高還是會低 不一定每個人都不一樣 這個經過統計大部分都會偏比較高 嗯嗯但是是不是一定高不一定 嗯嗯 每個人這個血管因為經過壓迫之後對不對 嗯它所產生的反應會比較 不是絕對啦 嗯只是說大部分會比較偏高 嗯嗯 會有個壓力在 嗯嗯 但是你說是不是一定高 那就不是百分之百 嗯嗯 那我們盡量知道會有異常 所以我在講都是異常 不是說一定偏高或偏低 嗯嗯 是因為它是異常 那異常之下 那你很難去判斷它到底是怎樣 那你知道它異常的原因 你把它排除掉去量一個正常的嘛 嗯嗯 你不要認為說它一定會偏高 那我就把它減多少 你也不知道要減1還是減10啊 嗯嗯 還是減20 嗯嗯 這個都不準嘛 嗯嗯 對 所以量血壓的時候手要把它伸直 對 因為你有一個彎的時候就有一個回路 這個一個血 因為這個是直的嘛 嗯嗯嗯 這個是很順 它彎的時候是彎一個折了 嗯嗯嗯 回流是彎一個折了 讓壓力出來的時候彎一個折它這邊 等於說我打到牆壁會回彈 所以這個力量會比較膨脹 嗯嗯嗯嗯 正常而言會比較偏高 嗯嗯嗯嗯 因為這邊壓迫到的時候它下來以後 這邊等於會記在這邊 所以這邊會比較苦 嗯嗯嗯嗯嗯 不要打上去它更大力量把它衝上去 嗯嗯嗯 對不對 嗯嗯嗯 因為你打折不是沒有那麼順了 嗯嗯嗯 所以一般而言是比較會偏高 嗯嗯嗯 但是你說是一定偏高嗎 也不是那麼絕對 嗯嗯嗯嗯 那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我們要量的這個人 這個被量者啊 嗯嗯 它這時候是偏高偏低 你不知道 嗯嗯嗯 那我們知道它彎曲會造成異常 那我們乾脆把它打折就好啦 嗯嗯嗯 那幹嘛要去說 啊它彎曲會怎樣 嗯嗯嗯 那個都是沒有必要的 嗯嗯嗯 了解謝謝 嗯嗯嗯 那一 那個 一定要把手臂露出來嗎 還是可以 可以 一定要光著手臂來量 還是可以 沒有可以 薄的可以 薄的可以 可以 它是聽它的聲音 嗯嗯嗯 它是聽那個 因為你在壓迫的時候 它幾乎沒有聲音 然後忽然有聲音 嗯嗯嗯嗯嗯嗯 它是一開始是 完全沒聲音 是那個收縮 嗯嗯嗯 忽然有聲音 就是我們的薄張 比較低的那個 因為它慢慢放鬆 放鬆到忽然有聽到 麥博 那個 它的麥博聲 嗯嗯嗯嗯 那個就是所謂的舒沾壓 然後完全沒有聲音 所以它是聽聲音 除非你太厚 所以你看有些醫生 他這樣就直接束了 你就不用特別把它露出來 當然像你穿很厚很厚外套那種 就沒有辦法 那就比較沒辦法 但是如果一般薄的襯衫 像這種就不用管它了 謝謝